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连佩贝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真相 还记得今年1月 有一名爸爸 因为照顾重度脑麻的女儿 长达50年 身心不堪附和 他闷死女儿后轻生 而这一期照顾杀人的案件 法官后来提起特赦 也引发社会讨论 但其实全台湾近10年 发生了高达80件 类似的照顾杀人事件 专家说 政策不符合人民的需求 让悲剧不断发生 我们必须建构更完善的 社会安全护助网 疑似因为不堪长期照料 年迈久病的父亲 对父亲注射过量胰岛素致死 被带回派出所的他 只告诉警察他真的累了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伸出援手 让他可以使用服务 让他可以喘息 休一口气的话 这件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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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清楚表达 也无法控制行为 36岁的庄玄杰 因为脑性麻痹 生活无法自理 已经63岁的妈妈 从他出生后 再也没有放松过 他十个月发烧的时候 去医院他还检查 检查还是他说 缺氧 好 滴滴 先要吃啦 要尿尿做什么 就像鞋子一样 都要人家用了 我愧疚 也是多少都会 还是说 我们不知道怎么 把它搓 搓到变难了 搓搓 对 搓搓搓 庄妈妈从早到晚 24小时照顾儿子 没有一刻能好好休息 虽然他有申请 长照居家服务 他能缓解照顾压力 但一周居服员来一次 帮忙四个小时 却常常让他失望 现在都一些限定 比如说洗澡 你也没舍到 他来 万里说 他要搓搓 或是说用垃圾 他也不可以自己做就对了 有的人来说 或是说没做什么 只剥衣而已 搓筋搓也要搓钱 洗澡 洗澡没洗头 洗头另外要搓钱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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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啦 来 换脚 弯着腰帮儿子细心穿鞋 这样的动作 庄妈妈已经渐渐力不重心 无论去哪儿 她都得带着玄节 要穿我 我说年纪越来越老了 像我说要去看医生 我也是说 没人过来 我也是要喝起来 内心的压力 曾让他一度想不开 没人过来三天 他一个过来 这样很疼吗 像庄妈妈一样 生活在内疚的阴影中 年迈 无助 担心未来的照顾者相当多 有的人忍耐 有的人一戏爆发 坦诚是他杀了妹妹 随后就被压着带出屋外 亲眼看到爸爸把妈妈推入大阵 急着救人的同时 爸爸已经跳了下去 教授曾经深入监牢 访谈照顾者 谈起长照政策的不足 葬送了另一个人的人生 他只是因为那个日复一日 而且那个压力 让他失去了理智 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这些所谓的加害者 他说我这辈子没有做监犯客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在这个地方 即使已经进来这么久 我跟这里还是各个不入 台湾近十年来 就发生八十多起照顾杀人案 国发会推估 台湾共有76万名失能者 到了2031年 将飙升到120万 照顾者的重担难以想象 我们的传席服务 其实是看得到吃不到的 就目前来看 我们的居服跟我们的日照 已经是蛮不足的情况下 你又要再挤出传席服务的人力 其实是很困难 所以最近虽然也大举地 开放了外籍看护家庭 这样使用传席服务的资格 可是在很多地区 是派不出人力 我们长道2.0 这边本来就是有分不同的等级 然后给不同的额度 那我们八级的事实上 在照顾服务的一个月的额度 已经给到36,180元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来配置它需要的时段 那一定是不可能做到24小时 都有照顾服务员在旁边 当照顾者痛心杀害亲人 竟变相成为一种解脱方法 已经凸显我们的长照政策 不足以支撑这些弱势家庭 政府没有听到照顾者的呼救 悲剧只会一再重演 华世新闻林艳汝张荣甫专题报道 家庭照顾者的困境 未来你我可能都会面临 目前全台大概有76万名失能 失智还有身心障碍者 加上人口快速老化 微服部推估不久后 国内长照需求人口将一举突破百万 这也意味着家庭照顾者的负担 越来越沉重 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学者就提醒 国内的长照还有喘息服务政策 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不要让照顾者最后成为被照顾的人 站好站直在准备走路来 看前面 看前面站好 膝盖打直 可以了吗 他是帕金森 应该是12年前的时候发生 身材娇小的方雪云 细心扶着另一半 他独自照顾83岁的先生 已经十几年 就算自己也可迈入70岁 也要撑起强大的意志 然后我发现他走路的时候 好像那个变得小碎步 那个手有时候会抖抖抖 我就觉得他应该有问题 放轻松一点 好 很好 真的很累 我问他说不能请个外劳 好 不要 那我有时候想说不然就把他送养老院 那对他来说是很残忍 因为他的脑袋 你刚看过嘛 他很清楚 那是他完全不能动 我觉得 我觉得对他是很残酷 十二年前老先生确诊 帕金森市症 原本硬朗的身体急速退化 方雪云辞掉工作 24小时随时在测 但老老照顾的重担 还是让他身心俱疲 反正就是你必须做什么 他就是一样的 我就会很生气 我妈包含他我会后悔 我可能会自己打自己 打脸打脸 不然就是自己去撞头 又觉得说 他就是生病嘛 你干嘛要这样子 问题是到现在 我好像睡不安稳 因为我安眠药 我多吃了一点 也没什么小 好 来 好 躺好 睡觉了 我在关灯了 乖乖地睡觉 方雪云心疼先生的病痛 也担心自己身体不堪负荷 幸好他申请长照居服 才稍微减轻负担 但辛苦程度 仍旧难以想象 一般家庭照顾者 照顾失能老人 每日平均照顾时数为 11.06小时 照顾年数为7.8年 然而当照顾者本身 也是六数岁以上老人时 每日照顾时数 更长达13.28小时 照顾年数也拉长到8.24年 我们的长照政策 却犹如一条紧绷的弦 随时可能断裂 我们其实很多慢性病 或已经失能的人 他并没有成功地从医院 被转接到长照体系 那当然这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包括民众的就医自主性等等 所以没有成功的衔接 但这确实多年来 最大的一个关键是 民众还是不知道 我有失能的时候 我应该进到长照 事实上除了失能老人之外 还有中重度身心障碍者 对长照需求有76万人 而全台因为照顾家人而离职的 有13万人 影响工作有231万人 照顾者陷入工作 和家庭责任的困境中 光2018年就发生 22起照顾杀人的悲剧 教授提出 积极建构社区互助网 来缓解照顾人力 一个病人要有病逝感 那一个照顾者 他必须知道 在他最困顿 或者在学需要的时候 他同样是可以申请 长照2.0的服务 你应该有另外一套 完整的照顾者服务的系统进来 不然我觉得照顾杀人 这种事情会一直发生 因为你只有专注在照顾这件事 其实你很多事情没有处理 长照将是你我未来的难题 政府虽然投入经费 还有多项政策 但随着台湾人口快速老化 失能人数也急速增加 政策是否符合人民需求 得再进行检视 否则未来照顾压力的海啸 恐怕会吞噬更多的长照家庭 华视新闻林燕如 徐一环送一张专题报导 珍爱早交公投原本默默无闻 但最后关头气势高涨 一举冲破了中选会法定门槛 这也将会是台湾史上第一个 由民间发起成案的生态保育类公投 专家写者分析 早交公投联署票数暴涨的原因 除了因为民众关注环保议题 其中也有政治操作 公投大票 联署信箱一项一项计达 大潭藻礁公投案 在3月8号突破60万份 8月公投势在必行 这是台湾史上第一个 由民间发起成案的生态保育类公投 从原本默默无闻的议题 突然气势高涨 在联署期间 确实是政治力介入了之后 让这个议题很快地发酵 签署的意愿增加 所以这也是促成我们这一次 可以很快地冲到60万的一个原因 投票的时候 那个政治操作 我们可能就比较要慎重地面对 桃源藻礁绵延27公里 中油公司在马政府时期 规划开发232公顷 建盖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工业港 学者环团评估 将直接冲击生态发展 蔡政府接手后 经济部和中油提出新方案 开发面积缩减为23公顷 避开藻礁 然而环团人担心 仍有外海田区 船航道等 共304公顷的开发区 持续施工 破坏人媒停止 盖在这边其实完全就是一个 政治的因素 那我们并不是说 不要盖这样子的一个 天然气接收站 我们需要 可是不应该盖在一个 生态敏感区上面 109年环团提出公投 盘天然气开发 能够迁离桃园大潭藻礁海岸 但经济部回应 若迁到台北港 光拉管线将长达40公里 未来北部将出现电力缺口 单纯的能源议题 似乎暗藏政治角力 南电北送 中电北送等等 那势必会减慢了 减少蓝煤的这个计划 这样的一个完成之后呢 可以有接收站来供应 它这样的一个天然气 执政党陷入两难 更艰困的是 今年有四大公投案 除了藻礁 还有连带关系的重启核四 另外国民党的反莱猪 和公投绑大选 恐怕都能给民进党一记重伤 必然的啦 那如果 如果说不会有冲击的话 就不会有最近府院党这些 这么动作这么积极的时候 要沟通嘛 那这个票会是对 执政党的一个不信任投票一样嘛 莱猪这个议题跟藻礁这个议题 去进行一定程度的联动 相互拉抬 那对国民党的声势 或者是议题的一个主导性 或者是动员这个能量来讲的话 都有一定程度加分的一个效果 学者分析 在政治操作下 投下的票数 不见得是关心公共议题 我们现在的公投 你会觉得说 大家都在朝短线 就是走比较短 那相对于瑞士 他们可能平均一个案子 大概都从这个审议的过程 他们大概都会要四年的时间 会碰到的状况就是 大家都在做情绪动员 我要投这个票 因为我讨厌谁 或是我喜欢谁 我讨厌什么政党 我喜欢什么政党 专家也提醒 公投需要更长远的讨论 和深度思考 你会发现说 有很多是主要政党 他们可能运用这个公民投票 在做这些政治的操作 那我们现在需要去思考 整个制度的设计怎么样是对 不是说对哪个政党有利 而是说对台湾的民主会是比较好的 公投是人民的权利 关乎2300万人的公共议题 珍爱藻礁议题 夹带超过60万公民的联署 这一票不是为了政治 是为了台湾的未来 之前问您报道过 民众弃养虑劣烈犀 造成生态浩劫 但近几年 台湾有不少河川里 也出现了大量的外来种 琵琶鼠 又俗称垃圾鱼 而这种鱼在水族馆里头 卖一只约80元 但因为越长越大 繁殖力旺盛 民众丢弃的结果 它可能会威胁到原生物种 霸占7地 造成另一场生态灾难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生态 要好好的保护 现在一些气氧的放生的 其实是要杀生的 我想实际上是要杀生 如果已经达到入侵 就是表示跟环境所气候 当然就是比较不容易辱出 全副武装深入排水宫内 他们是民间团体卢曼特工队 准备下水移除外来种 全部都义型 这个叫做水花壶子义型 然后它两侧这个是 刺是硬的 所以把那皮卡薯 那是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这里有胡须 非常明显的胡须 所以我们出称胡子义型 然后跟琵琶鼠 它底部也不一样 琵琶鱼俗成垃圾鱼 是盘踞台湾河川和溪流 50多年之久的外来种 不过更让移除团队震惊的事 还有大量的义型混杂其中 这是水竹店常卖的鱼类 竟也出现在这里 目前依我们的团队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河狱台中雾峰 这边的族群是最大量的 这是雪花壶子义型 特点是黑底白点 会吃钢壁上的藻类或者是青苔 被称为鱼钢青道夫 民众常把它和琵琶鼠搞混 雪花壶子义型最长长到10公分 水竹管一只药价约80元 而琵琶鼠会越养越大 婴儿常被弃养 两者都是容易饲养繁殖力强 他们都是吃那个 我们台湾原生种的虾卵 鱼卵 然后造成我们台湾的原生种的数量足减 移除团队在台中三个地点 设置七个蛇龙 这一天因为水量大 只捕捉到近50只 通常可达上百只 这会是另一个生态浩劫吗 那对于所谓的 如果发觉这些东西可能会造成问题的部分 可以依照26条的规定 去予以尽致 8千块 8千880块 水竹店内色彩不凡的罕见异形 是玩家的收藏品 一直就要价近万块 喷点红剑尾异形 巴西亚或亚马逊河的流域 而且是在高山 那所以你取得非常非常的不易 造型也很漂亮 那也很珍贵啊 然后它的那个翅膀到最后养到 以后的话它会变成红色 而现在最受欢迎的是这种熊猫异形 特殊斑纹 小小一只就要价近三千元 不过其余像这种最便宜的品种 一只不用一百块 虽然小而可爱 但很容易沦为弃品 有的民众就直接丢到河流或溪流里面 造成它大量繁衍 基本上你可以卖回给水族馆 或者送给朋友养 那我觉得卖回给水族馆 再卖回给消费者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方式 一直以来 外来种一旦入侵台湾生态 就很难全面移除 四种如果随意弃养 也很难掌握 政府势必得明定政策 管制进口源头 才能捍卫台湾原生种的生存空间 华视新闻林彦如 送一张专题报道 网络谣传 蛋加盐会产生氯气有毒 这是真的吗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最近LINE上头疯传一则讯息 项头写着 长庚医院分享给大家 炒蛋蒸蛋的时候 蛋汁不可以加入盐巴 因为盐会和蛋中的乳酸菌结合 产生氯气有毒 而蛋上头绿绿的颜色就是绿 这个讯息是真是假 请医师为我们解答 打蛋下锅 香味扑鼻而来 早餐来颗蛋是很多人活力的来源 但是最近赖上疯传一则讯息 上头写着 长庚医院分享给大家 炒蛋蒸蛋时 蛋汁不可加盐巴 因为盐巴会和蛋中的乳酸菌结合 会产生氯是有毒物质 将导致肾功能退化 但讯息所述是真是假 长庚医院从来没有发布过这种信息 但第一点不会有乳酸菌 所以说根本不可能像那个传言说的 乳酸菌跟盐巴来做结合产生力气 那是不会 但加盐巴有毒那是谣言啊 原来讯息并非长庚医院发布 而是网路上来路不明的假消息 这则讯息更加码写到 加盐蒸的蛋会呈现一点绿绿的颜色 那就是化学变化产生的绿 但其实不止蒸过的蛋 水煮蛋煮太久 蛋黄表面也会呈现灰绿色 难道这些都是有毒的绿造成的吗 基本上因为像蛋黄 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生命的 一个营养素的来源 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些铁离子 或者是一些硫化物的一个东西 那当它在高温的环境之下 可能它会形成一些 我们说的硫化芽田 它只是一个食物 因为高温去产生化合物的 一个成分的颜色呈现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 营养师提醒 鸡蛋是很好的营养来源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但需要留意生吃会有食安风险 但顾全过高的人 也必须适量摄取 网路上关于蛋的传言满天飞 罗伴都是未经查证的谣言 千万别因为这些假讯息 增添恐慌 误了健康 华人新闻联赵子李洪杰 台北报道 您喜欢吃蜂蜜吗 网路上谣传 纯蜂蜜在常温下 可以放十年不会坏 还有蜂蜜 如果加茶叶一起喝 会导致心血管酸涩 真的是这样吗 继续来了解 市面上蜂蜜种类 琳琅满目 通通主打百分百纯症 没有添加任何化学物质 纯蜂蜜的好处不用赘述 蜂蜜摆放冰箱会酸掉会坏掉 常温放着五年十年不会坏 但网路流传这段影片告诉大家 因为蚂蚁不吃纯蜂蜜 所以蜂蜜不用放冰箱 在常温下 纯蜜也可放上十年不会坏 这是真的吗 不建议放到十年 当然它有它一定的保存期限 那当然如果它没有开封 它的期限可能可以延长到一年 甚至两年 那当然我们如果开封之后 它的赏会期限当然一定会缩短 网路谣传毫无根据 因为蜂蜜如果放到十年 抢甲肌康权 HMF的物质就会增加 影响人体健康 不仅如此 这则网路影片甚至还说 纯蜂蜜如果加上茶叶一起饮用 就会引发心血管栓塞 所以蜂蜜红茶和蜂蜜绿茶都不能喝 但这些建议看在专业医师眼里 根本无稽之谈 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吗 目前来讲真的是没有 动脉栓塞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南下系统 南下系统的栓塞 多半来讲都是吃比较油脂的东西 糖分比较高 缺水 那静脉的酸塞 静脉的酸塞是比较跟长期久坐 那站得不动 那导致血液比较容易浓稠一点点的话 它才容易造成酸塞 网路上还流传许多食物都和蜂蜜相克 像米饭 韭菜 菠菜 椒白笋 还有豆干 和蜂蜜混在一起吃 都可能衍生不是症状 但这些讯息都未经查证 没有医学根据 提醒您网路谣言得小心分辨 轻易相信除了徒增不必要的恐慌 也会赔了健康 华人新闻联章 刘俊南 台北报导 聚焦真相带您关注最新时事 探讨公共议题 希望您会喜欢这一集的内容 我是联佩贝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